來自肯亞的馬克 到中國教書的時候 對一個河南女子一見鍾情 女方的父母 非常反對這段二國戀 但在這對情侶的說服下 他們最終在中國結婚並定居 婚後一年 馬克帶太太去美國 介紹給他和富爾姆的哥哥認識 而這位哥哥 竟然來前美國總統奧巴馬 綜合內媒報導 馬克自有在父母離異之後 就和媽媽在肯亞生活 直到後來被美國大學取錄 才到美國生活 2002年金融危機之後 他失去了工作 所以就去中國尋找工作機會 他在2008年舉人婚禮 那時正正是奧巴馬 參選總統的時期 所以無法出席婚禮